美股周四 苹果涨超2% 拼多多跌于3% 美国时间周四 收盘主要权限大涨 此前 美国银行等几家主要公司 公布了好于预期的第三纪录财报 而美债收益率下跌提振了 收于34912.56点 上涨534.75点 涨幅1.56% 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于4438.26点 涨幅1.71% 为今年3月份以来最大涨幅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14 823.43点 涨幅1.73% 美国9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 较上月上涨0.5% 而道琼斯预估为0.6%